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又让大家念了把冷汗 因为在这个周末时刻就是他们的礼拜五 礼拜六 传出了这个德意志 它的一个所谓的CDS 这个价格大幅的一个攀高 那不得了 那代表怎么样 代表违约的一个风险又升高了 所以一开盘的美股就噼里啪啦 全部都下来了 刀绣密度还跌着300点 不过最终拉高 最终拉高 因为这个德意志 这个德国的一个政府 有出来挂波井 其他欧盟也出来讲话 所以让大家随着一个担忧 有稍稍的下降 所以在美股的部分 尾盘有做一个拉升 只有废半是呈现下跌 其他三大指数都是收红 没错 不过很奇怪 我们看到 照说上个礼拜五 开低走高 美股照说应该有机会 能够拉升今天的一个台股 怎么今天台股 开低之后就一路都在盘下 根本连盘上上都上不去 盘中一度还跌得超过百点 可能大家难免会有些失望 不过这也不奇怪 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 我们回过头来看 上个礼拜我台股怎么样 创了九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对不对 那既然创新高就代表 光上个礼拜周线来讲 加均指数涨了461点 你一个礼拜涨了400多点 再加上你创新高 台股往往都是怎么样 有创新高后拉回 创新高后拉回整理的 这样的一个惯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涨多了 但加上怎么样 你现在你看 到上个礼拜为止 是不是指数已经攻上 15900多点 有啊 距离万六 只差不到100点的空间 万六是不是个大关 没错 绝对是一个整数的一个关卡 对不对 毕竟它是千点的一个关卡 所以本来就有一定的一个压力存在 而且最重要的 今天礼拜一过了 对 对不对 接下来2345 等这四天过完之后 接下来要放几天 要放五天 对耶 五天零假 这仅次于过年的长假 是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要追价的 他会不会在这个时间 很积极的 很毛急 全力 就去做一个追价的 应该不会了 不会嘛 加上 你看 这个月的月 这个礼拜五 对不对 同时收周线以外 收什么 还收月线 还收什么 还收记忆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国际局势 你说 那这个德意志 现在有谁出来挂波警 那会不会就完全百分之百没事 谁敢挂波警 所以这中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变数 特别像上个礼拜 我不是英网又跳出来了 不是这个阴天证 是这个布拉德 布拉德 他又跳出来讲说 布拉德 他认为目标利率 应该要拉到5.625 哇 这跟现在点证图所看到的5.1 好像 哎 那个差0.5 那个差两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代表说FED这样的一个利率政策后面 还是会有一些纷纷扰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市场气氛稍微保守一下 这很正常 所以不用太在意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震荡 我们只要去看 你目前来讲 整个家圈指数你说 今天拉回84点 拉回84点 我只问各位 他有没有跌破5日线 没有 他有没有跌破 这个15800的那个关卡 也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涨多回档 整理一下 是很正常 可是因为还守在5日线之上 代表多头的一个力道 多头的一个格局 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改变 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加上 其实你看 现在第一季过了 快过了 对 那下半年开始 当然上半年 当然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 没有错 可是下半年 大家尤其是半导体 是不是大家在预期 整个景气上面会慢慢的恢复 对 那半导体是科技业的一个最上游的部分 如果说半导体能够开始恢复的话 对 代表整个科技业 整个景气也慢慢在做复苏 是 所以如果说以台股 整个科技股 以电子股来讲 又占了台股60%以上 对 所以就代表怎么样 这整个中长线的一个台股来讲 对多方 是越来会渐渐的对多方有利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强势股 你看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还是维持轮动 是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架构 没有改变的话 你看截前纵使震荡 你换那个角度看 这是不是 又是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讲到整个强势股的一个轮动 我们也看到 先前帮各位掌握的一个 AI 在大涨倍数之后 现在进入在整理 对 可是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从上个礼拜开始 你看 以轮动的角度来看 有一个主曲冒出头了 什么股 生计股 生计类型股票 尤其大家的老朋友 还是领头羊 有没有 六四七二的宝瑞 有没有 今天又创下 743块 新的一个历史的新高架 厉害厉害 从上个礼拜到今天了 只要盘面上连线 好像如果说 不讲个宝瑞 都好像我今天 好像都落草 我的专业度不够一样 大家都在讲 那其实我说过 现在他在创新高 大家都在讲 这也不奇怪 每一次不都这样子吗 可是各位你稍微回想一下 现在700多块 宝瑞大家都在讲 先前拉回到400多块 拉回到500出头的时候 谁在跟你讲宝瑞 对啊 对不对 当时谁在跟你讲说 宝瑞今年至少赚三个股本 有机会挑战四个股本 有谁在跟你讲 没人在讲 连宝瑞你要听到 这两个字你都听不到 为什么 还没涨 还没涨 对不对 你看你看现在 一公布出来 第一季大家都说 第一季至少都赚 一个股本以上 废话 前面两个月 就已经赚了9块多了 你第一季赚10块 那不是 有奖等于没奖 对不对 那以目前 整个宝瑞的获利情况 我说过 至少三个股本起跳 甚至有机会 像四个股本起 一个挑战 那你看现在 又这么多千金股 它是不是很容易 就会往上去做一个比较 今天这个已经来到745了 一步一步 是不是你看 现在7字头都过一半了 是不是接下来 往8字头 往9字头 非常有机会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是 那随着宝瑞 拉上来之后 是 我说过 它本身有一个比价 例如说宝瑞 像千元比价 可是往下的 两三百块的 它就会像宝瑞比价 对呀 记不记得 谁跟它最有机会 美食 那除了美食 还有一档 也会跟美食比较 是比较 宝林富洁 对 我想这些股票 都不是我第一天讲 这个都是我们大家老朋友 我们来回都做了好几趟了 包含宝瑞 你看 我都数了 懒得去数了 第一次我们买宝瑞的时候 才两百出头 对不对 我们来回都做了好几趟了 所以我想 就这样整个一个比价的一个效应 到底接下来下一半会转到谁 或者这档股票 你掌握到之后 例如说不管美食也好 不管宝林附近也好 那我到底何时要做一个切入 这才是重点 因为好的买点会决定操作的输赢 因为好的买点会决定你的卖点 卖点又会决定你下一档操作 你的主动权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买点的掌握 就至关的重要 好 那现在我还是做一个提醒 大家都在讲宝瑞 有没有 我也认为宝瑞 我们说了 他像千元比较 当然还有在涨的一个空间 但是你要想 如果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要来买 我还是这么的希望 还是这么的建议大家 你不要自己乱买 不要自己追 你还是来登记一下 如果说你执意要自己买 OK 反正我也对你也没有强制力 可是你买了未来 如果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短线这样套作 你不要回过头 又怪我 你都在说宝瑞 老师有说 不要自己买 我还是不厌其满在告诉你 你不要自己去追 希望你来登记一下 否则你就要自行承担后果 你不要到时候反过头 又来骂我 你说你都在说宝瑞 我们宝瑞 来回做了好几趟 都不知道几倍 我都不想讲了 同样的情况 6874 我说倍利 这张股票是不是也是 我们大赚倍数出场的股票 有没有 那你看 这一次 从我们当时60几块买进 后来涨到165块 前面多了一个1 我们会员是大赚倍数了 但如果你是追在165的 不要说165 你追在150以上 你到现在全部都套住了 没错 对不对 但当时我是不是也告诉各位 你想要买的 你不要自己乱追 没错 有没有 你看 现在不又印证了吗 那如果说 你又怪说 你也在说八粒 你也在说切的GDP 那我们是大赚 对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因为我讲了 就怎么样 对不对 其实买点 我一直告诉你 买点很重要 就好比说 今天有另外一个族群 也非常的强势 叫做军功的概念 有没有 那讲到军功 今天大家都在讲谁 你们都知道吗 大家都在讲 8033的雷虎 对不对 问题我只问各位 雷虎 我多久以前 就在节目里面推荐给大家 很久了 我讲多久了 现在大家再来追雷虎 有没有 当然我还是告诉雷虎 我也看好 对不对 因为我说过 你看一开始 大家知道他是无人机 有没有 当时我告诉各位 他无人机 得到所谓的经济部的认证之后 现在已经正式订单到手 订单到手 就代表准备要出货了 准备要出货 准备要大账钱 当然股价会找 而且现在还不单单无人机 现在还有无人请件都来了 真的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的题材这么多 后续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当然雷虎我们未来还是持续的看好 没有错 好的 可是问题是 当现在大家都在追雷虎的时候 我说过了 我不是说他不好 只是我已经怎么样 我已经在准备下一档股票了 因为雷虎的上涨 那到底谁会跟他有比价联动的机会 因为我一直告诉各位 在同一个题材 在同一个组群里面 我帮各位所掌握的 一定是空间最大 爆发力最强的 是 就好比说你看 AI大家都在讲 谁帮你掌握到最强的 你说 刚刚讲的六八七四的这个贝利 对不对 谁最早帮各位掌握 老师 我们最早帮各位掌握了 后面当然很多人都在讲了 可是都是后面 我们已经赚了三根四根以后才来追的 对不对 不就很清楚吗 是 二四五三的零群不也是一样吗 有 我们三十出头就卡进去了 后来也是大赚倍数出场 有没有 都是 甚至我们刚讲的 生技股的宝类不也是一样 全开他都在讲 是 我说 我去年你认识我够早 我们两百出头就开始买 两百出头 来一份就做了好几趟了 是的 这一次在四五百块的时候 谁告诉你 他可以赚三个股本 往四个股本挑战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就都帮各位掌握空间最大 盘面爆发力最强的 对不对 是 那当然整个军工航太的一个题材 除了雷虎以外 我也说过了 你现在要去留意的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联动之下 是 到底谁 会接棒演出 对 那另外当然你说雷虎 我还是喜欢雷虎 一样啊 雷虎我也看好啊 我老早就跟你讲 我雷虎看好了 对不对 那只不过 现在当大家都在讲了 那你跟着大家一窝蜂去追 我并不是这么的建议了 我还是那一句 我跟宝瑞一样 我希望你想买的 你就不要嫌麻烦 好 你就打电话进来 那你把这个电话 有好的位置 我带你切进去 对你来讲 也是一个保险 当然 何必让自己 暴露在那么高的风险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买点的重要 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我们的专家罗宾老师 在节目当中 今天再次提醒大家 一个好的买点 往往会成为您 这次在股市当中操作 能不能够成为赢家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不对 要在什么时间点 买到好的股票 就像老师跟大家说了 今天这个盘面上 军工类型的好股票 相当的强 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 就已经跟大家 来关注这档好股票 就是雷虎 今天再次攻上涨停板 但是老师也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自己去追 如果你喜欢这档股票的话 你不要客气 直接打电话进来 来登记一下 等到可以买的时候 老师会再带您进场来布局 老师说了 只要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的方法 就是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可以规避掉 短暂的修整风险 可以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这样子也可以把我们 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操支在我们的手上 这样就可以成为赢家了 所以说听伙们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布局 不要忘记了 跟紧老师的脚步 把电话号码记起来 直接拨通 让老师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主持人看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飞瓶文 你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乔述罗宾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接下来目前这样的盘是 怎么样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的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跟着老师转波段 好行情老师 我想我们刚刚在上个节目 也跟各位再一次的提醒 这个礼拜 当然你要期望大盘 它持续在往上去做一个 大幅的攀高 用急行军的方式 我认为这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个礼拜 或许大盘呈现一个正当 也或许 甚至像今天呈现一个拉回 你就好像看得又太保守 也不必 因为毕竟在面对万六 在面对五天的长假 这正当是正常的 但是你就长线来看 如果说多方渐渐地取得 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的话 那反而在正当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 我们反而可以去留意一些 未来有机会喷出的股票 它的一个低阶的买点 我们刚刚也讲了 宝瑞今天大家都在讲 为什么又创历史新高 其实我说 我说一个话没输 宝瑞 宝瑞 那就是人家说的吗 你怎么看不到它创新高 知名度超高的 今天来讲宝瑞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对对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说你看 在四五百块的时候 我当时是不是告诉你 它今年至少三个股本起跳 要有机会挑战四个股本 那为啥 我也没一再的告诉各位 生计股 台湾的生计产业 过去大家都把它定位说 大胖不好 它就会起来 它就是避险 我说错 错错错错错错 因为那是过去 对 现在其实整个生计业 在台湾的一个影响力 就台股的影响力 是 已经越来越大了 尤其是CDMO OK 就像这个宝瑞这种委外 这个所谓的一个委托开发的这种 所以一条龙的一个方式 这个你更需要 注意到它以后的一个爆发 我也说过了 因为欧美药厂 它面对 整个中国跟印度的一个竞争 那为了追求获利的最大化 这些欧美的 这些先进技术的大药厂 它势必就跟当时 一些欧美 一些先进技术的科技公司 为什么它要委外代工 为什么台湾 要委外给台湾的厂商 来做一个代工 一样的道理 他们要维持一个获利的最大化 要降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样 宝瑞在整个欧美药厂 要cost down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会把这个 所谓的委外代工的这个单子 给开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CDMO的一个 未来的爆发力 你就不容小看 再加上我说过 科技业跟生机有什么不一样 科技业 它的生命周期 你看一只iPhone 多一年两年 你可能又要换机了 可是 如果说一款新的药开出来以后 你认为它会不会一两年 我们就换一个药吃了 不会啊 那医药可能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说没有更好的药出来 可能这一吃就吃 好几十年也不一定啊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它的生命周期 又比较长 门槛也比较高 而且还有其他的技术 包含像技术啦 法规啦 惨能啦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它跟科技股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后续都会陆陆续续的一个爆发 你要去留意到底保瑞之后 我还是讲哦 我不说保瑞不好哦 对不对 只是说你还是叮咛 在这个位置你想要买的 我拜托你来登记一下 好 又或者那你要想保瑞上去的 那谁会跟着联动 你说我知道你经常在说美食啊 你说保瑞富情啊 没错 但是这两档股票你什么时候买 这又是另外一个科技 又好比说今天很强势的谁 是军工嘛 军工不用我多讲 今天大家都在讲雷虎 那我说过雷虎我多久就讲了 对不对 我推荐给大家都不知道多久以前了 对不对 从无人现在都到无人浅见都出来了 可是你要去想 雷虎来到这个位置大家都在讲 我到底还适不适合切入 对 当然未来还有网上的空间 只不过我在哪个位置切入 对对有利 一样你不用去猜 打个电话都来咨询 或者你要去思考 那雷虎上去了 那到底谁接下来会跟着动吗 比价嘛 比价效应 军工航太他也在比价嘛 那当你找到了 有比价空间的标的之后 最重要的 我什么时候切入 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所以说这些 你都不用去猜 你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我们都非常欢迎投资朋友 可以来一天做一个咨询 就好比这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邀请 有大资金的一个朋友 我说你来体验 体验看看 我亲自帮你规划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所以我想今天 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 反正对于接下来 不管是升级股的比价也好 军工的比价也好 到底接下来 哪一档股票最有机会 又或者在什么位置 要做一个切入 反正想跟上的 我们都非常欢迎投资朋友 能够随时来做一个咨询 好 欢迎听闻闻 如果说接下来 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操作 或者是你看到这档股票 哇 它已经涨上去 就像老师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军工类型的股票 雷虎啊 今天工厂找你买 对不对 很想买 但是不要自己去买 因为你可能会买在高点 跟进老师的脚步 让老师帮您来进场 找到一个好的买点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就对了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播通 就现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罗宾老师 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廉价快要来了 所以在廉价之前 可能大盘会有一些小小的震荡 不过个股表现相当的精彩 到底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进场 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老师说在对的时间点 用怎么样对的方法 进场来布局就可以了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用分担操作的方式 因为可以规避掉 短暂的修正风险 可以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重点可以把我们 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的手上 还有听众们 老师说买点也很重要 对不对 一个好的买点 往往会成为 您这次在股市当中操作 能不能够成为 一家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到底要怎么买呢 您需要专家来帮助大家 老师说了 现在目前的强势股呢 这个继续在轮动当中 轮动相当的快速 也有很多的比较效应呢 正在进行当中 最后听众们 您要怎么样 跟紧老师的脚步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就对了 下一档到底在哪里 老师帮您准备好了 等您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海图屋的电话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钻线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同节目资料仅供参考